我心有心要求我教父 教父 保新宫主委地方其老一同拆除庙门 而随即在众多居民的帮助下 展开传递活动 供奉广汇尊皇的无治保新宫 是当地的信仰中心 因为最近的旧庙预定拆除重建 因此庙方就号召了居民 一起来参与见证这场宗教盛事 因为隔壁 中规 地鞋都关起来 落三地就用水了 我在厨长已经几十年了 都会老婆 都会老婆 这有百万年有十五个文化的隔壁 所以就要来台湖 落变高兴 这个机缘我就来协助大家 怎么样来安排 来做社区文物抢救 好在我们主委 还有这个我们理事长 大家都一起来努力促成 庙方表示 保新宫建庙至今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 除了这上百年的庙门 还有匾额 以及从大陆请过来的香炉 都是极具历史价值 因此这庙宇因为屋檐破损严重 每一大雨里头就会漏水 而担心这些文物会因而遭到损坏 因此地方也借着重建的机会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加以保存 他们也要旧的 旧的我们保留起来 我相信旧的附近保留 保留要拜 我们尽量来做第二期第三期的保护 文物馆 我们希望文化中有个大陆 我相信政府是以后的区域 就是文物馆 像文物 白国准备 传承给老师的人去看 保新宫即将要做一个拆迁之后 那在局内呢 就透过这整个社造的活动 然后来对他的一个 金贝上的一个益助 让他的这些的白马的文物 能够记录下来 市府化觉表示 会协助地方来兴建文物馆 来保存这些宗教古物 很希望届时新庙落成连同文物馆 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这一段历史典故 继续来秋风台中采访不到